是17日中美河拍大片《变形金刚4》 《中国取景》第一位仪式在京举行 当天《变形金刚4》制片方代表丹尼沃夫表示 该片将在北京、香港和重庆五龙县分别取景拍摄 跟其他好莱坞大片不同 这次《变形金刚4》在中国取景拍摄的戏份 并不是简单的心情点水 而是占了整个电影拍摄场景的三分之一 李冰冰和韩根也将在中国拍摄地有着精彩的表现 但由于《变形金刚4》中主角并不是人物 而是一个个钢铁之区 李冰冰和韩根的戏份如何呈现 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我想说《变形金刚4》就不是一个以人为主角的戏 据了解如今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大片 为了迎合中国市场 开始占用中国演员和场地 但多数都是零星点缀 甚至在电影《钢铁侠3》中 范冰冰出演了护士角色 在国际播出的版本中直接删除了 因此不少网友认为 这个中国特供版的钢铁侠3 有些掩耳盗铃 活动当天 当片方便问及变形金刚4 是否会采取同样的方式 使片方给予了直接的否定 从第一天我们在做协拍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在说全球只有一个版本 从第一天前的故事里就会变得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